女子不知所措 打开天窗撑着伞 只能站在自己的车里 随着水流往前飘 大陆广东珠海 四号持续迎接特大暴雨 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的后山公园 遮住人工瀑布 被暴雨猛灌到水势奔腾 广东中山还有另一家医院被淹 医护忙着出动担架 把病患转移到安全地带 广东中山短短一天 十小时累计雨量415毫米 刷新历史记录 位于中山市南部的三乡镇 虽然入夜后雨势趋缓 但民众仍得涉水而行 还要提防打雷闪电 每年都会淹 但是今年是特别大 今年是很多地段高的地段都被淹了 三乡镇有小香港之称 不少香港人聚居的大型社区 传出有停车场的天花板 被大水淹没 民众只能待在家中等水退去 5号是大陆五一长假最后一天 各地都将出现反尘高峰 气象专家提醒 南方部分地区仍有暴雨 民众开车得多加小心 今天强降雨终于收尾了 早上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 今天大道暴雨还是会有 但是范围明显缩小 台湾气象署指出 大陆南方上空目前发展的低压带 伴随封面系统 正通过台湾北部海面 因此从5号起 国内将连带出现明显降雨 明天6号雨区线缩到北部和东半部 直到周二前 水汽依旧偏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